不单止是在乌克兰本土里面 其实好像在俄罗斯的 因为之前说芬兰准备入北洋 其实扯开一点点 英国现在就找了2000名士兵 再加72架Challenger 2 12架AR-90和1200架的Warrior 去了芬兰 和他逗留两个星期做军事演習 芬兰还是波兰? 芬兰 支持芬兰 因为芬兰有准备在这两个星期内 正式宣布加入北洋 而美国都说明会支持 是不是怕普京大帝突然发烂 所以就放这么大部队下去 英国放得很应该 你想想他的原生军 芬兰是英国原生军 芬兰是一个分子 他最大老的英国 当然要表示一些小支持 你叫做British Army 芬兰是直接用GF的名义说的 在网页上 他进驻的部队就是 Crin's Royal Hustle 就是一个装甲部队 同一时间也有再多6千人 就放了在波兰 那都是有齐 在波兰就是Royal Welsh 他又放了Challenge II AS-90和Warrior 加上台风战斗机 在芬兰那边就会放F-35B 哇 很重火力 其实现在英国 英国包了他们两个国家 那些 就是叫做所有的 剩下我包 就是英国包了 现在变成英国是整个 你看到北约的北线 是一个大佬 因为平时JF 现在进了北约 正式是由小北约 进了大北约 英国协防了 平时英国协防和威 那他买多很喜欢 我觉得他要协防瑞典 协防这个芬兰 瑞典坦说 因为瑞典我觉得 它可能比较中硬 瑞典应该自己搞定 瑞典应该自己搞定 瑞典的公共 体制这么漂亮 但是我觉得 芬兰一入 瑞典都应该拉起来 因为他们两个 是马公仔 两个 他两个就是 两个好像两姊妹 两个 是马公仔 在那里分出来 是马公仔 但是很搞笑 我跟你说过 他虽然两个很亲 但是他们两个人 互相 比识对方 很搞笑 这个其实很像 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的关系 是 没错 但是一有难 两个就很团结 就是这样 是 这个北欧的 Skandonevia 这个国家很多是这样的 我记得好像 丹麦人和 这个挪威人 经常都罵哪一个 那些东西 是 挪威和丹麦都是 是 挪威和丹麦都是 经常都是 在那里咬 我的东西更好 然后不是我的东西更好 但一出事 Skandonevia 这个国家是很团结的 非常之成绩 非常之成绩 这张照片 就是Simon Heng 刚刚分享出来 就是昨天 这个英国国防部 分享了 这个芬兰部署的 Changer 2 看到上面 都还没安装过 那堆的 rear skirt 反应装够 都还没安装 旁边的那些 dossage 都还没安装 应该都是 刚刚到步的 就是昨天 好像刚刚出厂 先放上来 就是 坐定 先放扎行马 接着再慢慢把 爆炸反应装夹 其他的裙摆 那些 或者再装上去 总之是裂震 通常这些都是这样 你扎行马就不会打架的 好 Simon 有没有潜似好意思 你说 你先放上去 扎个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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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其实都是属于一个 和俄老说 你不要打算不断发烂 真的跟你开拖 会不会有些这样 因为我怕俄老真的不断发癖 芬兰一说进去的时候 就不断打芬兰 有没有机会 他现在其实 他胜低的兵力 其实都不会派到很多人过去 还有你所有的部署都天眼都看光 西埔军区要调过去都很难 其实他可以动用到兵力就是 莫斯科和圣基德堡 就是两边的兵力 你要调过去都没人看到 就是圣基德堡 就是和这些客医生机 都距离二百多公里 所以都说 如果来近北约 就是他们够胆将那些 导弹都放在芬兰 哇你真是圣基德堡 莫斯科真是笼罩 我觉得他最害怕的是 摩曼斯克 这个摩曼斯克 因为摩曼斯克 是直接是北海艦队的基地 和俄罗斯北冰洋最大的港口 你芬兰的F35A 是不需要空中加油 已经作战半径范围里面 所以他最害怕是摩曼斯克 是受到威胁 你说起就算挪威的F35A 也有机会威胁到他 挪威他要飞去摩曼斯克 他都要拿Extra Fuel Tank 或者是空中加油 但不过在芬兰起飞就不用了 已经 其实看他用什么武器 如果他用那些 就是我们讲的滑墙的武器 可能是大概500至900公里那些 就是stand off那些飞弹都有些威力 可能Storm Shadow那些都够了 这些都很危险的 接着关注说 现在蒙威有F35A 奔兰有 瑞典自己就有英斯 就相对弱些 英国就可以有F35B协防 这边的打仗是很好看的 但这边打仗 你看到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其实你看到两边 其实乌克兰一开球都是冷战的装备 你看到俄罗都打成这样的样子 你看到跟北约正规的装备打 我会觉得 那个 变成了代叉战争 大家 变成了一个世代叉战争 不用想了 跟俄罗的海也好 跟芬兰挪威那边开拖 起码在越境基那方面 你的情报就已经落后 都不止一代 我想都要两代 再加上人家的电战机 出过来的时候 你不用玩了 真是 变得你很白了 瑞典的空中情报都做得很好 大家看到这次瑞典 都有出过一些空中情报搜集的 所以都不开玩笑 瑞典本身自己的军工 跟着再加北约其他 瑞典本身自己都有这个Griffin 那一架其实差F35少少 但是打起俄国佬来 大哥够吃了 够吃了 够吃了 三文灵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节目讲过 他在泰国那时候 没试过 有些签11 没跟Griffin抽的 跟着在市区外是大胜 市区外 是多久了 市区外就赢了 有网友就说这个JS39 就是Griffin都够打 我觉得我不会叫都够打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Griffin Griffin是一架轻型战机 但是他的战斗力是真的很厉害的 所以我都不是都够打 那么简单 这个Griffin 对这个恶佬的战机 我想Griffin 如果是BVR 就是我们说市区外 那就应该都赢了 市区外 我真的不敢说 因为他的潜逗力 我是有保障的 但是我觉得他如果市区外 就够臭了 那些飞弹 你可以用北弱那些的 你要什么飞弹 都放上去就可以了 飞弹的东西 你用回那间公司 你就知道 那个能力都变得多了 哦 你们说的那个是不是叫英斯 是啊 英斯 说英斯 解放军那些都不够去打 你俄罗那些还差 说过 是 是的 纤10射智 派了纤10A过去打 但是我都收不到封 究竟纤10A和Griffin 还有什么裁缸 虽然我们隐隐约 会猜到一点 但是我不说出来 因为没有fact check 因为我市区外 你俄罗那些的 导弹制度 雷达 承道 system jam jam 你怎么打 还有Griffin 他自己本身的电箭套件 防卫性是很强的 所以你想鎖住他 是很难的一件事 他自己本身防卫这么强 你鎖不到的时候 你就麻烦了 你看到他在前面飞来飞去 但你的导弹射不了 不许Simon 我想他都没有鎖他的机会 如果大家看 在埃及上次做这个 阵锋对苏35 苏35一点的机会都没有 不是开玩笑 他完全没有机会鎖到 他就不断被人咬出来 很惨 我们做一个缩板 你不要说到那么厉害 上次中国出签10A 哇 输得这么 苏30 我想好一点 但都很糟糕的了 尤陈锋都 你要想一下俄老的电箭 是随时差过大陆的 你的雷达你的电箭 和你整套的 战场感知 太小感知的信息整合 那部分 俄老是输了至少两代 现在 看他打仗就知道 但是他在那方面 他是很不注重的 那这方面 北方NATO那边的国家 就最注重这件事 就是你整个信息的整合自动化 以及你的 就是帮助的机师的判断 你不是把所有东西 都给了机师 你自己想一下 不是这样的嘛 你这个机师得鬼闲 看那么多东西吗 你看得了 人家的飞弹都打到你面前 对不对 所以 Griffin他本身的电箭套件 他都是非常注重的 所以这件事 不用想了 俄老这样打 会死得很惨 所以这个在北面 在驻军 我认为真的靠客 我觉得这些东西 都要的 都要牵制一下他的 都要牵制一下他 都要上马 不要用超章 这个叫做 我们伟大祖国 话说叫做梁剑 敢于梁剑 对不对 整排挑战 整排挑战的 装甲都没装齐 放在这里 让你看看 解答吧 不好意思 我怕他真的有个演员 扮这个厄室王 拿了Escalibur 出来 我按了两件 我那次Escalibur M777 那次Escalibur 我那次Escalibur 我按了两件 打过去就是跑 英国有套防空行动 叫Escalibur 这个名字真的用得很难 这个名字真的用得很难 Escalibur Escalibur 这个名字用得很难 因为其实你 有套防空行动 Escalibur 然后QE class 上面那套的武器 整个系统 都是叫Escalibur 这个名字 有点难用 我开始 英国有套防空行动 Escalibur Escalibur 说到这些新闻 还有没有其他特别 去提供我们的新闻 讲到新闻 最后讲一下两件弹散 Macaron和苏伊茨 大家都知道 这两件珠西 麦克龙有点恢复他 就是普京第一 亲位秘书 又要打电话 又谈 接着 他连任 他第一个国家出访 选了德国 这两件弹散 他好像说是 他去了未呢 我看看 好像未去 他应该是将会去 9号左右 就展开这个访得行政 哇 刚刚好撞正 伟大佛景的大帝 姓李日纯友 是啊 按啊 哇 这次的出访 突显了法德稳固联盟 这两条弹散 真是 稳固的衰正联盟 一叫粉 一叫腸 加密叫粉腸 那两个 真的 他们两个国家 就是咬住整个欧盟的利益 唉 这两个其实 令到一开波 他们 现在我想他们都想 salfage 一些 渣达都可以 整包 因为他一开波 就太噁心了 你看到整个 现在已经 开战两个多月 波兰对德国的 波兰对德国的信任 我相信已经是零了 波兰是不会听德国说的了 一定不会 所以你现在才做些事后 亡羊 保劳 是不是还是未为晚也呢 我觉得 something too late too late 过了 始终要做的 因为就是 欧洲地缘政治的惨犯就是 你走不开的 对不对 就是你没理由突然间 波兰没理由 将德国消失了 他是不是都在你旁边 都要加关系的 不过肯定有排都不听他之敌 那就真的了 你看人家芬兰 人家芬兰的美女总理 宣布了好像有 70个million的援助给乌克兰 哇 挺开心 就是乌克兰那边 哦 真的 芬兰做炮也是很出名的 哦 是 Bofors是瑞典还是芬兰 Bofors Bofors是瑞典 OK 因为Bofors是出名做炮 是出名做炮 瑞典也是的 瑞典其实有一套炮也是很厉害的 但是他没有捐 Archer 我知道你刚刚说了 我很喜欢Archer Archer是瑞典 我说芬兰 芬兰其实有一套炮很厉害的 是 他没有捐 是的 我说捐 他那个炮很搞笑的 他那个炮叫做98k 98k 真的 真的很搞笑 我开始以为是暴昌 98k 他真的叫98k 这个很搞笑 是啊 你如果上个网查 你带芬兰900k 他真的不出版98k 你真的打Archer才出 好笑啊 这个 又是155的好东西 一定是155 所以芬兰和瑞典 他的武器制式 基本上已经得弱了 进去之后 搞笑了 是呀 不用做什么训练的 进去就搞定 唯一分能要捐的 就是捐枪 因为捐枪用了俄罗的子彈 所以捐就搞定 他真的 你看到瑞典都慢慢现代化 丢掉了俄式的装备 真的 说实话 到时候 乌克兰想换部枪很简单 将Marin 或者其他陆军换下来的M4 M16 订过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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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M4的 乌克兰有自己研究M4 打算拿M4 他自己研究M4 取代了一组的AK 大业不用拆掉 美国也有很多 很多 人家用M-Lock 人家喜欢用M-Lock 人家出去不穿 现在M-Lock 和Keymode 两个流行 欧洲很喜欢Keymode 其实乌克兰 但是他的製造枪的东西是无可质疑 是比俄老更好的 我觉得真的 是 他的工业的能力是很强的 所以他就是复兵 你付钱去复兵 他是比现在强很多倍的 他将来靠西方 这些武器一定 俄老是追不到的 这个是无可质疑 他们那个软件是做得挺好的 以前你想想 T-64的好东西 大家想想 以前苏联的军工 其实很多都是在乌克兰 在这方面看出乌克兰实力 他不是军工在乌克兰 在苏联年代 乌克兰的定位就是冰工厂 和粮植生产地 你看到俄罗斯 他苏联分裂了之后 为什么他做不到大型水面栏 因为他那些水面栏 全部都在乌克兰做的 在尼古拉耶夫 尼古拉耶夫 那些是国区的 原来是在乌克兰那里 是啊 很惨 然后连那些空对空的飞弹 我们说俄罗斯 你没有发觉 他好像没有那些很厉害的空对空飞弹 那些以前做到的 那些在乌克兰那边帮他做的 是啊 你看到的 Admiral Kuznetsov 为什么今次做大修教一头烟 搞到现在进了厂出不回来 也是因为都是这样的原因 他船本身都是在乌克兰做的 大佬 想到北方面做 就是一头烟 现在进了厂出不回来 是不是衰 这个有个小插局 就是大家 如果你听就是 如果他的母港原本在乌克兰 为什么最后他去了和斯 就是因为那时候要分裂的时候 就立即有班人 没粒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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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粒的 立即买费钱拿着那摩斯坡 离了浦 立即拿着去Smonansk 是啊 真的离了浦 这件事 原本应该是龟加兰的 是的 那件事不是很行的 那件事 那件事有厂出回 那件事出不回来 就算出回来也好 出回来也好 都没什么作用 不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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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弄也弄不出 出不回来 出不回来 现在俄罗斯 他们的现代化 他们的水面栏 最多做到五千元 五千吨那件 二二三零 已经是他们的極限 那件事 其实我觉得 他做 他的火力 那么猛 是 可能只能做一个解说 其实他是很有趣 他觉得东西这么小 但塞这么多火力下去 他很大机会是会有 莫斯科的同样缺陷 因为莫斯科 他有一个缺陷 我这次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就是他的S300N 那个Silo 旁边是没有防爆仓的 基本上你旁边一过 就已经进到他的储存仓库 这个很多情况之后 都是因为那些 一个船太小 他放太多的导弹系统 进去 他不够位置 去做一些仓门 尽量生存性的东西 那些东西 而他这么小的吨位 放这么多个Missout Silo 下去 他一打一打 他就真的爆了 这是一架移动的军药符 的火药符 和这个欧洲近代潮流 就是船大炮小 是完全两个极端 两个极端 很两个极端 好设计 最重要是塞多一点 火力下去 塞多两个 防湖 不用的不要紧 塞多一点下去 我们进攻型 有前没有后 打死霸袖 没错 我们压于向前冲 什么防湖 什么选管 什么 不要吃烟 会火灼 滑志他 照打冲他 结果就是自己中火 尴尬的东西 结果引火自神 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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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放烟花 立即进 跟泰斯说 标筒标错了 进了 真的 芬兰这么多炮 70多枚 捐20枚过去 好厉害的 那炮真的 不是开玩笑的 12秒开 快射三炮 挺恐怖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坦克的reload速度 完全是 一分钟开始打十分 哇 好厉害的 好厉害的 是啊 这个炮很恐怖 所以这个炮很出名 但是这个炮 唯一问题就好了 好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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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 50万欧元 一个 50万 哇 太厉害了 M77 好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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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芬兰可能要留下 少少自走派 可能 就是至少都 挺用的 他跟俄罗斯边境接壤 太疼了 是 他跟瑞典 那麽姊妹 是不是 借些过来 他两个武器 是一起研发的 很多都是 所以他借过来 就可以了 要的精路就是 瑞典 应该都好像冬季战争 都会有帮他的 这个刀山 有啊 有战军帮他的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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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兰的冬季战争 最大帮芬兰 大家猜不到 其实是当年的纳粹德国 芬兰和纳粹德国 其实当年挺french 不是 因为他打苏联的时候 芬兰第二年又回头 他打算有纳粹帮手 他又可以打回苏联回头 拿回国土 是啊 还有芬兰呢 始终是北欧那边的人种 大哥 你想屠杀你都 我没什么犹太人的 话说 始终关系好一点 你乌克兰就不是嘛 乌克兰整个都犹太人在一边 多的 俄罗斯都很多犹太人 是啊 很多犹太人 多的 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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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